Hello 大家好 我是黄磊 今天来看吉利的豪越 这辆车呢 首先它的定位是一辆中型SUV 然后呢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那就是大 所以在我看来呢 这辆车是一个神车 因为呢 开着它去滑雪的话 装东西真的非常的爽 另外呢 就是这辆车它的价格并不是很贵 它从10万多到13万多的这么一个售价 所以价格也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那来简单看一下这辆车 首先呢 它的外观 前面呢 用到的是一个LED的光源 它的高配车型是一个矩阵式的LED光源 不过这辆车是没有的 然后整个前脸吉利家族式的这个中网 那现在看呢 其实也挺好看的 并且呢 里面是熏黑的 logo也是黑的 侧面它的车长4835毫米 轴距呢 是2815毫米 那整个这辆车的侧面呢 它的轮圈是18寸的 我觉得相比于整个车身显得有一点点小 上面是有行李架的 所以你在上面再加一个装学板的架子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侧面我觉得唯一有一个问题 就是整个这辆车从侧面看 它的离离间隙稍微有一点小 OK 来看一下车尾 那首先呢 两边两个尾灯 中间呢 其实它并不是贯穿式的 它只是一个贯穿的装饰式 是吉利 然后下面非常简洁的两个尾镖 吉利汽车跟豪越 看一下后备箱 其实后备箱呢 才是它的重点 那这边呢 它是一个电动的尾门 打开之后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大 首先呢 这辆车它是有七座版 跟五座版的车型的 然后我们这辆呢 是一个五座版的车型 它所以没有第三排的座椅 常规容积也非常的大 而且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是一个纯屏的空间 它两边是没有多出来的那种储格的 后排呢 它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五座版的车型 它后排是整体放倒的 所以你如果有三个乘客去坐 你想放倒后排座椅 要一个更大的后备箱的空间的话呢 这样就会有一点尴尬 不过好在呢 你如果是七座版的车型 它第三排跟第二排的座椅 都是独立的 对 第二排是三个独立的座椅 然后呢 放倒后排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真的巨大的一个空间 它整个这个空间是有2360升 然后有一个大概有两米的一个近身 那我觉得整个这个空间 我觉得它既可以装下你的生活 也可以装下你的梦想 你想象一下开着这辆车 你如果是一对情侣 后边完全就可以当做一个床 然后你可以去 比如说做环游中国呀等等的 这种长途旅行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真的很爽 而且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虽然说你可以发现 它整个这个后备箱的地台稍微有点高 但是它整个这个地台下面 真的是非常有一个惊喜 打开第一阶段的这个地台 你可以看见有一个非常大的储格 旁边呢是一个放工具的储格 但是这还没有完 再打开里面这个地台 像这么大的储格里面 还有四个 所以它一共是六个这样的区域 是在地板下面可以去装东西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爽 巨大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整个这辆车 它的储物能力这一块 两个字实在 好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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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